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他在牛津成立了第一座太极功夫学院 通过文化交流活动打开了他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大门 作为牛津大学的高材生 西蒙携带着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来到了中国 第一次来是第一次来住中国是08年 当年是伦敦的二元会才结束 我是就是觉得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 一定要重视的国家要来看看 但是我不太想去大的城市 因为大的城市在新闻上已经有很多报道能看到 我对南方而比较小的地方感兴趣 查阅资料 西蒙知道了在中国南方有个地方叫云南 于是西蒙结束了在伦敦的金融工作 收拾好行囊飞到了昆明 这一待就是整整十一年 没想到就是中国还能有那么一个干净 漂亮天气好的地方 我真的还是惊讶 这是可以说第一次来到云南的昆明的感觉就是这样 真的是没想到可以有那么完美的地方 就是很漂亮非常漂亮 美丽的昆明留住了英国人西蒙的脚步 在昆明的十一年中 西蒙自学了中文 甚至还在菜市场昆明的大街小巷中 体会到了昆明化的精髓 因为喜欢昆明的文化 西蒙在昆明老街上开启了一家英式酒吧 西蒙你知道吗 就是刚刚我来找你的时候 我找了好多地方 就是我发现那个 就是你的牌子和定位好像不一样 我就发现这个非正式英国下午茶 松子好逗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牌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非正式英国下午茶 因为不正式啊 就是平常天我们都可以喝 甜点蛋糕茶 是我们每天都有吃喝的东西 西蒙说 十一年间 他一直希望自己的这间酒吧 能够将地道的英国文化传递给昆明人 而这也成为了英国人了解昆明的一个前沿 中西文化碰撞出的奇妙化学反应 就在这座两层的小楼里弥漫开来 2019年的年底 我应该有一些很好的朋友 能跟我一起 往2020年继续发展 六五六个三记者报道 我们一起最后 我们在这座两个小楼里 这座两个小楼里 你找到这座两个小楼里